我会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来这么多记者 是是是 哥 这车是咱爸开的 他在里面实在是太闷的 你别怪他 我去看一下 李洋先生您好 李洋先生您父亲压了人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任何人触犯了法律 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一定都会承担 不可能 李洋先生 我不是说 把你的名字抬出来 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带钱 人家医院不信任我们 说出你的名字 是取得他们的信任 我先问你一下 车是怎么回事 车是我们开手去吃饭的 那怎么能不能压人呢 我开回来的时候啊 那路上没有路灯 很黑 可是这个人呢 他喝醉了 他躺在路上 你凭什么确定人家喝醉了 医院说他是醉的状态 可是我们马上就把这个 伤者就送到医院来了 现在正在抢救 谁开的车 我开的 确定是吧 是我开的 各位媒体是这样的 我们家人第一时间 已经把伤者送到了医院 你们采访我 其实现在也为时过早 如果说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不逃避 我们家人也不是那样的人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谢谢 没事吧 没事 你半夜怎么还出去啊 我给你 我给你闯祸了 没事吧 您唯一的错就是不应该跟他出去 这是个惹祸性 反正他我也习惯了 他要不惹祸也就不是他了 没事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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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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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呀 也没事啊 我习惯了 有问题咱们解决 有问题咱们解决 索性没出人命 你们在这儿待着 我去找警察 警察 警察在哪儿 警察在哪儿 警察在那儿 在那儿 在那儿的办公室 在那边的办公室吃吧 好 刘薇 好 盯锦他们俩好吧 别再让两人出去了 就在这原地等着我 你放心吧 有什么事啊 别动啊 谢谢 我去找警察啊 我去找警察啊 谢谢 谢谢 没事没事啊 别害怕 都能解决的啊 伤者呢 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你放心 哦 然后呢 我们现在也正派人 去寻找他的家属 和勘察现场 对 你父亲观察不周 是有责任的 我明白 现在就是 我们家人 已经达成共识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该负的责任 一定负 现在是救人为大 先保证把这个人救好了 李先生 伤者可能是附近的农民 当时喝了点酒 就躺在马路上了 这起事故啊 其实 他要负一大半的责任 但是李先生 我想给您提点建议啊 不管怎么说 您也是个名人 而对方呢 他只是个农民 恐怕 就没有什么恐怕的 不管他是农民 或者他是名人 我们家人壮人了 该承担什么责任 都对我们来承担 只不过我唯一的希望是 壮人的这个人本身癌症 而且年龄也不小 我就想请求你们 看在他的这个身体情况 还有我们家人愿意承担责任 愿意积极配合治疗 该出多少医疗费我们全套 看在这个份上 能够对这个人从情出发 看人家是名人啊 那个李先生 这个你放心 到时候呢 你们就积极地赔偿 我们就积极地调解 也没有出人命 不至于去上法庭 那太好了 车确实是我们的 这 我第一个人哪 谁给你压的 是生日交署是吗 是啊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个案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们 我们 我们家人 是你给他压的 对不起 不是 是我们家人 实在对不起 他人怎么样了 杀不得如何了呀 现在警察同志也跟我讲了 说现在这个人 是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您放心所有的医疗费用 我们家来承担 我告诉你啊 我弟弟家里就有三个孩子 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的话 这个家你养着 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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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身为女士 身为女士来控制一下情绪啊 你们是哪个村的 叫什么 和商小什么关系 我们是张招子 我叫张大喜 她受伤的弟弟 叫张二喜 这是我弟媳妇 你是他哥 你们进门也不先了解一下 伤者的情况 就管人要钱啊 我告诉你啊 我刚从现场勘察 那儿得到的消息 根据我们初步判断 是你兄弟喝醉了酒 躺在马路中间睡大觉 这起事故 你兄弟负有一大半的责任 这位女士你先别激动 听我把话说完 人家赵世芳二话没说 积极抢救 主动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控制一下情绪 赶紧看一下伤者吧 李先生 其实我也不想说够给我的话了 我那弟弟啊 他也有责任 但是他那个家 您去看一看 单凡好好的 也不至于天天的喝酒啊 我明白 这是我的名字 在电视上见过你啊 这不就放心了 我弟弟的病真好 经过我们现场勘察呢 事故主要是由于张二喜 最后横祸路中造成的 当然了 赵世芳李医生观察不周 也有责任 根据情况 责任认定为 赵世芳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张二喜承担 李先生 您放心 我刚才一再表态 不管怎么样 我们家 该承担的责任一定不逃避 医药费我们全出 如果这社会的名人呢 都像人家李先生这么有责任感 那这社会的风气 简直好态度 谈不到 谈不到 好了 如果双方没有意见 就在这个责任认定书上 签个字 立正 怎么回事 可来了 他们在里面了 咱进去说吧 行 走走走 添麻烦了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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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哥 人怎么样了呀 没事吧 没事 家属刚走 没事 你怎么来了 李壮给我打电话 你说你还 都来了 这不应该吗 都一家人 快 赶紧去看看这些 爸 您干嘛呢这是 您一天不惹点麻烦 你难受是吗 您看看 您都已经生病了 不在屋里待着 你想跑什么呢 你这不好了吗 好了我就 馋 想吃东西 我就想着有一个小馆的这个 菜特别好吃 我们俩就 偷了你 喂了一口吃的 就拜我车偷了 爸 我错了 对不起 李玲 您就说句我 李玲 认错了啊 爸 我看咱爸吓坏了 我带他先回去吧 爸 您先回家 您先休息 走 回去吧 你们俩 爸 赶紧把这惹货经 送回到他那个医院去 我还得在这儿盯着呢 好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 那个人 你二十岁去个电话 人家惦记着呢 快点 快点 哥 哥 你 你也回去休息 谢谢 我在这儿等你 打虎七兄弟 上阵负责 你这事不用我 你什么时候用我 你什么时候用我 去去去去 你那边这儿 我靠你了 你一会儿 快回来了 急死我了呀 没出什么大事吧 放心吧 都解决了 你看这个老东西 一天不找事 他就闲得慌 害得东山大哥 也跟着丹青手帕的 我累了 我累了 我睡去了 我去看看吧 爸 爸 您别太有负担 这事也就是个普通交通事故 而且对方负有大部分责任 我们把医药费全都承担了 这事到哪儿去说咱都有理 只是 以后您别什么都听他的 他不是病的 我才 知道 跟我说啊 爸 您别想那么多 你累了 早点休息 好 老了老了 我这是怎么了 老老了 老老了 来瓶最便宜的水费 谢谢 谢谢 你去正能量的资格 把你小子的皮扒下了 你得不尽过 谢了啊 你哪儿不出婚 您是给我带着我 安本件 行 你什么地方不好啊 我那个是来了解一下 前天有一起车祸的 您能不能把那天那个情况 再给我介绍一下 哪一起车祸 就是李良他父亲 开车转人那些 比起普通的事故 都来问了一百多遍了 他躺在路中间被车撞了 造势方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 你还想怎么样 那个路段没有监控 商者当时是完全睡着了 事发地只有那个老头 车上还带着一个 不会开车的老头 李良是在家里得到消息之后 才赶来的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就得拿出证据来 郭记者 刚刚咱们从监控里 你也看到了 这车啊 是李良的两位父亲开出去的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四十分 李良夫妇才从家里走出来 走到这小区门口 拦着出租车走 他中间有没有可能回来一趟 这根本不可能 郭记者 咱们刚刚不也从监控里看到了吗 陆总 陆总 我实在是走透露了 能不能给我个位子 凭我多年干记者跟编辑机的经验 这事肯定对我来讲小菜一碟 陆总 陆总 小丁儿别什么人都进来啊 好嘞 陆总 给个位子啊 你 你别以为我抓不到啊 你小心让我把 让我把你的书都砸手里 陆总 那您怎么来了 也不一定是 陆总 介绍请 哪 二十万块钱卖了一瓶 非就零件 足央的电脑啊 你说 你是让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啊 你想干什么呀 我就想要个师傅 东山大哥 那老东西又惹事了吧 我说他这就是闲的 把李良又惹急了吧 怎么什么事你都跟着唱过 你不累呀 赶紧 赶紧 这 这 爸 你上哪儿啊 我上医院去啊 要在家里边闷的话 要不跟我一块儿去啊 我不去了 我看家呢 家里边这两天事太多了 你照顾好自己 喂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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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都调查清了 什么事 你诈捐的是吗 你对外宣称捐了二十万 实际上是捐了十万 再加上这个电脑商呢 用假冒伪类的产品一次充好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电脑啊 没用多久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故障 你的养父为了维护您的利益 自己掏腰包 把其中十二台电脑啊 换成了新的 我这个实时真相调查的 八九多一失败 你要干吗 您别紧张 我不想干吗 我不想干吗 我呢 就买部的记者了 也不承担什么新闻监督的任务 我就是想请你们帮我个门 什么时候 还不出工作 我找了没有 没事 找了没有不怕 我都替您想好了 您看 您是名人 以后肯定名气越来越大 工作越来越多呀 那肯定身边需要一个助理 或者经纪人什么的 我呢 在保守工作经验那么丰富 那么多年 也有那么多的人脉和资源 您干脆拼我得了 我肯定让您成更大的名 挣更多的钱 我跟着您干 我们家 有一个人现在在病床上躺着 我先过去看一下 有病人不怕 不妨碍咱俩的事啊 规矩 规矩别破了 不妨碍咱俩的事了 得不妨碍咱俩的事了 我陆冰卖 是正能量的代言词 郭敏啊 又找我去了 你甭打理他 还找过我 没打理他哄走了 没法不打理 所有的事情 他全调查出来了 不可能 电脑商不会跟他说的 我们只捐了十万 但是对外号称是二十万 他调查出来了 捐的电脑大多数都是坏的 他调查出来了 有十二台电脑没法用 是我爸自己花钱 把这事给布上了 也是他调查出来了 你告诉我不可能 那我现在去找这个电脑商 我疯他的嘴 什么疯 调查出来拿什么福利 那咱就不认 反正没有 没有发票 死无对证 那我问你 如果他向公众捅出来这个事 你觉得大家是信你的 还是信他的 那你说怎么办 他呢 就是想找房工作 人家得吃饭 你公司有合适的工作 你有口饭 你干嘛不给他呢 我就不给 我凭什么给他 我给他 我是不是就认了 我是不是认了他敲诈我了 那有一次是不是有二次 是不是有三次 这是个无地动 俺就知道是我自己一向公众 把这事说清楚 你疯了 这可不比其他的负面新闻 我告诉你 哪怕是透镜都比这个强 你这样一爆水这是什么呀 孤明钓鱼欺骗公众 你身败名利了哥 你担不起吗 你担不起 那担总比他公开了强吧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这书买不买怎么办 我哭不得了 好 这书啊 卖不卖出去无所谓 你 走吧 你是大学老师 你可以不写书 你能不教书吗 你能不站在讲台上吗 这以后这一辈子 全在拖沫生中过着 你行吗 你把他交给我 好 马哥 你不要管这个事了 郭明不会出问题的 他如果不听我 我把他弄我办公室 我把他所有强烧的东西 我给他录下来 布老师 我叫他进局子 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吗 你何必要把这十本子 往自己投上扣呢 现在咱们俩 是一条上扇子的蚂蚱 你就说我 能害你吗 爷爷 我弹得好听吗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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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问你谈得好不好听 你不理人家 好听 好听 爷爷 你都没听嘛 我不谈了 老师 我们恢复了 你挺不会的 怎么了 你却奔回家 我不 Probleme 你会说有没有 你会说有什么 我又闹见你 我说有什么 爸爸 怎么了 妈 老公 你聊 二十八 你先来炸一下就 瞧这儿 瞧这儿 谁学上你了 怎么了 做个梦了 你这会儿还没发烧吧 妈 走吗 没事 没事啊 不要空睡了 不要睡醒了 爸 你怎么还没睡呢 妈 李良还好吧 这李良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脑作噩梦 然后还说 是不是有人敲诈他 敲诈他什么的 醒了以后一身汗 他最近出什么事了 就撞人那事吧 不会的 那个事已经解决了 我 我不知道 我给他倒杯水 爸 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呢 是 我是 来 牛小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是 我不在家 你这饭菜做的也 不是原来那味儿了 也退了步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做饭的水平 比人那个女老板娘 差远了你知道吗 你长得也不如人家 你说你 长得不如人家 饭菜做得不好 你还跑城里来勾引我 这你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一瞪眼 跟他们母老虎似的 一说话跟狮子吼那样的 我习惯 你别这样行吗我 小人这有点 大哥 我咋天天心里都惦记着你 想着你 还想天天就这么看着你 这是不是叫爱情啊 就你这把岁数吧 我觉得叫我老房子着火 没得救了 没救了 你说你这老东西 天天没的钱没个地位的 成天职王这张嘴骗女人 一眼看不着你还是惹事 你说我怎么就会爱情你了呢 东山大哥 你来了 东山大哥 你来的可真是师父 我正吃饭呢 吃好了吗 差不多了我吃不了 越做了饭越难吃它 别这么说 那个二崔啊 今天晚上我值班 你回去歇歇去 这好几天我也没见医生了 我跟他聊聊天陪陪他 那那我走了 你去吧去 来 你把饭盆带回去吧 好 东山大哥 打出了你那档子事以后 你就没来医院见过我 你怎么样你还好吧 你想想我能好吗 人不能做亏心事 只要干了点亏心事 是吃不下也睡不着了 你想太多了大哥 你哪是干亏心事 你是干好事 你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都在说李良好 是不是 那张大喜的一家人 见着李良现在跟见着亲人 这事儿 医生啊 嗯 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哎呦 我说东山大哥 你别这么严肃行不行 你这一严肃 我看还怕我 幸福的那记者 我把李良捐款那事儿给调查清楚了 现在每天尾随着他 巧诈李良呢 那电脑的事儿到底还是 怪我 我真是帮那个坏记者的忙了 我真是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啊 要想咒咒他的嘴 咱们就给张开嘴 让李良自己说出来 你脑子 你 你 我那伤口都疼 我说你脑子有病 你进水了呀你 李良说出来 他说什么他 他怎么说 是是 他说我 我 我捐了二十万 但我实际上没捐那么多 然后我是捐了 大哥他到底捐了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啊 好几回我 话都嘴边上分不出来 李良自尊心多强 他要是说出来 肯定这院长是做不了了 他肯定还想咱们这一家人的名声呢 你让他自个儿去说 这要是我没问题 他怎么可能啊 不管怎么样 咱老哥俩要喝起火来 帮着孩子闯过这一关 怎么闯呢你说 我替他说 说乍卷是你干的 那人是我压的呀 我投完自首 你那事走得过去了 你知道吗 过去了 过去了 没人知道这事了 你现在再给他说出来 你把李良这事又给弄打了 两件事搁一块 你让孩子怎么办 你怎么不明白一声 我就是想用我这件事 我给李良做个榜样 不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 撒了个谎 人家也捐了 数不够而已嘛 我经常撒谎 也没天打五雷轰啊 你跟李良能比吗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从一开始我就看不起了 我们走的不是一个人生道路 我走的是老老实实做人 有什么话实话实说 我也是这么教育的这俩孩子 如果说我做老的人 这么大的事我都说了谎 孩子会怎么扛我呢 可是有一样 我要一自首呢 就会牵扯到你 所以今天呀 我也不顾着你病了 我必须跟你说 行 我跟你一块去 事是咱俩一块闯的 主要是由我调起来的 不行不行 你病着呢 我一人心 我能把这事情说清楚 我实话实说 别来了 告诉你我这辈子 没为什么事负责任 但这件事 我要负责任 李先生好 刚回来 干嘛 李先生 我最近这手头又有点紧了 能不能再借记我点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我现在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是谁样啊你 谢谢李先生 谢谢李先生 你给那个记者钱了 你给那个记者钱了 看着我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你要不想说 我也不逼你 我就当你没把我当一家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初那本书的时候 我不是捐了一间电话教室吗 二十万 但只是对外宣称的二十万 实际上只有十万 当时你知道吗 知道 底下那个记者也知道 他一直威胁我要公开出去 是 所以最近 找我的频率越来越高 胃口也开得越来越大 我早就觉得 这批电脑有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侥幸啊 他说书刚一出来 市场风险就变了 所以陆伯就跟我讲说 可能不大好卖 要炒一下 我说怎么炒 我做公寓 捐一个电话教室 二十万 我说好 捐二十万捐吧 如果说用不着 十万就够 我没申问 我想的可能是大家现在 都这样吧 我有点扛不住 我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公开 通过媒体 向公众认错 不可以 代价太大了 你做错事 付出代代价怎么可能呢 现在咨询这么发达 珊珊学校的同学 肯定都会知道的 她才那么小 她根本承受不了这些呀 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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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接了一个老同事电话 他说原来咱们住的那边 老房子要拆迁了 我想过去看啊 你要不忙能不能开车 拉我过去 马上马上 刘薇啊 我跟爸出去一趟啊 走 你来咱们 你来咱们 你看那街活动拆成那样了 可我一眼呀 还是认出咱们家那小房子的 我也能认出来 十二平米呀 里头也就只能放一张大床 对 一张小床 对 咱一人俩睡大床 难难要睡小床 自从咱们搬出来之后 房子是越换越大 可不知怎么办 我还是那么留恋咱们那个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 那是 你看 我就说活到现在了 我也治了天命 还就是那时候活得最轻松 因为那会儿我只管读书 家里边大事小床全是您担着 看哪儿现在忙里有忙外 给我累的 那会儿好 有您这么做山在这儿顶着呢 什么山呢 你爸爸 就是一辈子 老实 笨笨的功能 今天一会儿上学 考试说我得了个七十分 我改了个九 我怕他揍我呀 你妈是老实 他能看不出来呀 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逮着我这通揍 您在中间一拦 我借这么一个档口 跑了 还是您把我给找了 你说犯了错不要紧 其实只要你认 你承认的人一定会原谅你 否则然 我妈就不揍我 所以老实啊 有用吗 我从小就教育你和楠楠 要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做老实事儿 李梁 可是老了老了 那你这个爸 把你骗了 您骗我什么了 那个人是我压的 不是你亲爹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天晚上 我们吃完红烧肉出来 经过的公路上 一个人都没有 你亲爹开车 开的那叫高兴啊 我也想试试 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我在工厂 开过大解放卡车 我想过过瘾 我就把车接过来 没想到 对面开过了一辆车 一晃我 我就觉得车颠了一下 就把那个喝醉的人给压了 出事以后 我没有驾驶症了 你亲爹他有 他就把事揽过去了 可是 事出了以后 我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做了没良心的事 除了 您还有他之外 就是还有谁知道 天地 一个人做了坏事 也许谁都不知道 但是不等于你没做了这亏心的事 我这一日子睡不着觉 我老想啊 我一辈子是老实人 没说过谎话 没做过不老实的事 是 自从你的亲爹 进了咱们家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时候真让我生气 可有时候我觉得 我有挺羡慕的 他活着那么轻松 那么快活 我活着有点累 有点像老牛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比他强 因为我是老实人 我一定要说清楚 爸 楠楠回来了 爸 都在这儿呢 你俩 我 我有点累 我回去歇会儿 好